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还是首先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给中文正点点赞订阅留言 并开启小铃铛 以便及时获取最新的新闻推送 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AT&T呢今天宣布正在调查一起持续了两周的数据泄露事件 有7300多万该公司用户和前用户的数据被发布在暗网上 暗网是互联网的一部分 但只能使用特殊软件访问 AT&T表示已经重置了760万受影响的现有用户的密码 并表示正在积极联系这些客户 以及数据同样遭到泄露的6540万前客户 该公司在新闻稿中写道 截至今天泄露事件尚未对AT&T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 AT&T的初步审查发现 泄露的数据是大约2019年或更早时候的信息 包括姓名 家庭住址 电话号码 出生日期和社会安全号码等个人信息 该数据集不包含个人财务信息或通话记录 AT&T鼓励用户设置欺诈警报账户 并监控其账户活动和信用报告 该公司尚未确定泄露源 今年2月 AT&T用户曾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信号中断 该公司当时澄清 这是由于系统问题 而不是网络攻击造成的 该公司CEO斯坦基后来就该事件道歉 并向受影响的人提供的现金抵用券作为补偿 加州州长纽森昨天宣布 奥克兰市及其周边的高速公路 正在安装数百个高科技监控摄像头 以用来打击犯罪 纽森表示 加州公路巡逻队已经与Flock Safety签订合同 安装480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可以通过车牌 车型 颜色 甚至贴花和保险杠贴纸来识别和跟踪车辆 将为执法机构提供可疑车辆的实施警报 公共安全仍然是加州范围内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零售盗窃 尽管其他大城市的犯罪率有所下降 但与旧金山隔海湾相望的奥克兰的犯罪率 却大幅上升 这也导致In and Out Burger Denis等多家快餐连锁店选择关店 此前为解决犯罪问题 纽森曾在2月初宣布 部署120名加州公路巡警 在奥克兰地区突击执法 当地企业也在自救 本周四 加州蓝十字 Clorox等奥克兰市中心 4家主要企业的CEO 宣布一项耗资1000万元的联合安全计划 改善公共安全并保护员工 纽森新宣布的摄像头计划也有反对者 他们批评摄像头侵犯隐私 并将导致警察进一步伤害 已经边缘化的社区 根据纽森的声明 近300个摄像头将部署在城市街道上 其余的将部署在附近的国道上 出于隐私考虑 录像将保留28天 并且不会与加州执法部门以外的第三方共享 本月早些时候 旧金山选民批准了市长布里德支持的一项法案 允许警察使用无人机和监控摄像头 本周末一场大风暴 正在给西海岸地区带来大雨和阵风 超过2000万人处于洪水警告之下 直到明天下午 南加州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洪水警截状态 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山洪爆发 从旧金山到圣地亚哥 将出现1至3英寸的大范围降雨 南加州山路地区的降雨量 可能高达6英寸 与此同时 加州山区本周末将迎来大量降雪 目前冬季天气警报已经生效 随着风暴在明天向东移动 洛基山脉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6至12英寸的大雪 尤其是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山区的部分地区 降雪量可能会超过1英尺 西南大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大风警报 这包括几乎整个亚利桑那州 随着这场风暴继续向东移动 下周初 它将给美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严重的天气威胁 从德州到俄亥俄州的大范围地区 可能会在周一下午和晚上爆发恶劣天气 到周二 风暴将穿过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山谷 进入大西洋中部 并影响从阿拉巴马的伯明汉 到马里兰的巴尔迪摩一带的民众 昨天美联航一架飞往新泽西纽马克国际机场的航班 因遭遇气流而被迫改降在纽约斯托尔特机场 这起事件共造成7人住院 据报道 昨天下午6点45分左右 从以色列特拉梅夫飞往纽马克的美联航85号航班 被降在斯托尔特国际机场 机上载有32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官员称 被降是由于大风和湍流 据报道 当飞机准备降落在纽马克 距离地面约750英尺时 飞行员要求复飞 飞行员告诉空中交通管制员 他们经历了风向的突然变化 决定终止着陆 由于燃油不足 飞行员改为飞往斯托尔特机场 医护人员在那里接机 并照顾了20多名在空中出现不适的人 其中7名乘客受轻伤 被送往医院 该航班的乘客向媒体表示 当普通降落变成坐过山车时 他们都开始担心最坏的情况 乘客们陷入恐慌 还有人不适呕吐 据报道 事件没有造成严重受伤或疾病 救护车将病情最重的人送往医院 而涉事飞机 则在加油后继续飞往纽瓦克 中国滑雪运动员古爱玲 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多张 自己与副总统贺锦丽的合影 古爱玲本周三在贺锦丽的官邸 出席了女子体育基金会的活动 三月是女性历史月 副总统贺锦丽本周三在华盛顿特区的官邸 接待了数十名女性运动员 庆祝女性在体育界的成就 古爱玲在发布的设媒帖子中表示 自己很荣幸 也很高兴能够参加在副总统官邸 举行的女子体育基金会活动 并有机会与贺锦丽互动 古爱玲还表示 她很自豪能够与全球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联手倡导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 巩固自己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她说她相信任何平台最强大的部分 是她能够让后来的女孩和女性的旅程 变得更加轻松 她还引用了贺锦丽的话称 你可能是这个领域的女性第一人 但要确保你不是最后一个 继续我们的节目 纽约市警察局20分局的辖区 位于曼哈顿上西区 去年12月 副督察潘苏利文成为该分局首位华裔局长 加上已经在那里担任副局长的警监周振贤 这也使得该分局拥有了一对并不常见的华裔搭档 去年12月 华裔副督察潘苏利文就任纽约市警20分局局长一职 成为了该分局首位亚裔局长 加上2022年晋升为警监 就在此担任副局长的周振贤 让这个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20分局 拥有了这样一对华裔搭档 班苏利文在曼哈顿下城出生 父母来自上海和香港 她像很多华裔家庭的女孩子一样乖巧安静 也学习了传统亚裔家庭所期望的专业 在佩斯大学读完MBA后 她曾在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工作了6年 却一直觉得这并不是她自己想要的生活 2011年911事件发生时 她就在现场 亲眼目睹了警员和消防员们拯救下了无数的生命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 她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服务社区帮助华人 所以她在28岁时加入了警队 她曾在中城南区分局、52分局、33分局、负责巡逻等工作11年 之后已经是副警监的她 决定转到行政管理工作 分别就职于市警的风险管理局、法律事务局和住房局 2022年在晋升为警监后 她任职位于南法拉盛的市警住房九分局局长 直到去年12月她晋升为副督察来到了20分局担任局长 潘苏丽文说这近20年的工作经验 让她不再是那个安静听话的华裔女生 在各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副局长周振贤来自广东开评 12岁与父母移民来美 她说她从小的志向就是要当一名警察 她在2007年加入警局后一直在布鲁克林就职 从地铁交通34分局、住房分局 再到包含华人社区的66分局 一直到2022年7月她晋升警监 并在同年12月调职20分局担任副局长 才第一次离开布鲁克林来到曼哈顿工作 作为搭档掌舵20分局的两人 都是亚裔高级警官协会的成员 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在工作中也配合默契互相欣赏 他们表示十几二十年来 能够感受到纽约市警的多元化 亚裔警员比例的增加 越发接近于纽约市亚裔人口的比例 尤其是亚裔女性高级警员的数量 这些亚裔警员们几乎分布在市警的每一个部门 20分局就有8名亚裔警员 以及2名亚裔工作人员 本周三新墨西哥州一所中学 一周时间内第二次进入封锁状态 原因是有六名越境移民 试图躲避边境巡逻人员而闯入学校 这引发了家长对学校安全的担忧 由于有六名移民闯入 新墨西哥州的一所中学 周三进入了封锁状态 这所中学位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这是一周内第二次因移民闯入而封锁校园 这六名移民是在试图避开边境巡逻员的情况下 擅自进入了学校 而未经授权的人员闯入校园 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因此边境巡逻队在学校开许期间 加强了人员安排 但移民闯入事件时有发生 这引起了许多父母的担忧 继续我们的节目 距离报税截止日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新移民留学生等报税有何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来看会计师的讲解 在报税季期间我们容易遇到很多的问题 会计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哪些注意事项是新移民群体 在报税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新移民注意的一个点 首先弄清一个概念 就是说税法跟移民法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移民法你有没有绿卡 但是税法不是这样定义的 税法就是说你在美国住满183天 你就成为一个纳税居民 你的报税的规定标准就跟有绿卡人是一样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新移民不是刚来吗 他没有设案号 他就苦恼 就是这怎么办 怎么报是吧 包括小孩是吧 亲属来了之后 他需要等待时间 那个拿到那个设案号吗 这时候呢你也不用着急 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你申请一个税号进行报税 作为一个留学生啊 其实我特别关心 留学生在报税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吗 留学生呢 他首先呢签证是F1是吧 包括OPT的人 他也是F1 F1呢 他是报的是1040南resident return 就在税法上 他是一个南resident的 然后他在美国待五年之内 他都属于南resident的 他有一个五千块钱的免税额 就是这是Trade Benefit的 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Trade 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的一个点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升息了 对于投资啊这部分人 他们在报税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呢 因为今年在报税过程中呢 我们就发现了 因为美联储 他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升息嘛 我们华人呢 特别是退休的老年人 他们那个投资理财特别的多嘛 然后呢 他银行的利息 包括股息 包括他购买债券啊 这些 他的利息都特别高 他属于一种投资 时候就比往年高了 将近一两倍吧 因为今年的那个利息 是4%到5嘛 银行往年也就一到二嘛 这样的话呢 他在那个报税的时候呢 他就要补很多税 那他们就很着急 这样呢 我觉得一个是呢 他可以放2A账户减税嘛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说 因为今年就是2024年 现在美联储不又开会了吗 他还没有降息嘛 所以今年他们可能头半年利息 还是非常高 这时候就要注意 就是你自己要交预交税 就是按季度交预交税 而不是说等到最后报税的时候交 最后报税交 一个是那个金额比较大 你就非常surprise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到年底交的时候 也会面临罚款 所以这个要提前咨询会计师 你是不是需要预交税 对于低收入群体的话 他们报税需要注意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大选年嘛 所以美国政府呢 他给那个低收入家庭 小孩的 特别是带小孩的 低收入家庭 他的那个credit特别高 这时候我觉得 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你的小孩上 daycare或者after school这些 是有credit的嘛 但是今年这个纽约州查的特别严 你需要有证据 今年这个after school 就是小孩的daycare 他的那个credit不高了嘛 所以他相对查的也严了 那你需要什么证据 就需要那个daycare after school这个学校 给你出的那个信嘛 还有你的收据 那最重要关键一个点 就华人经常犯错误 就是说他就会付现金了 就所以呢 就没办法证明 钱是你付的 这样呢 你的credit就会disallow了 所以以后呢 就是说你要付支票 或者是要付自己的支票 而且 然后呢 要付自己的支票 而且就或者你转账 反正你要有从银行 进出账这个记录 位于纽约曼哈顿 34街的梅西百货商场 每年春季呢 都会举办鲜花展 至今呢 已有49年的历史了 那今年的主题呢 被定为梦志花园 下面呢 就请大家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 我现在在纽约曼哈顿 34街的梅西旗舰店 每年春天 梅西都会办鲜花展 可以看到 现在橱窗里 已经摆上了一些鲜花 那现在跟着我去 里面看一看吧 一进入商场一层 弥漫着令人陶醉的花香 各个柜台之间 摆放了各种各样的花卉装置 展示了来自全球各地的 数千种鲜花 梅西百货商场 每年春季都会举办鲜花展 至今已经是第49年了 今年的主题为梦志花园 民众可以欣赏到 涵盖绣球花 触菊 兰花 以及玫瑰等 多种缤纷绚烂的花卉 同时 今年的鲜花展 也是第二年 与时尚品牌迪奥合作 在商场二层 打造了迪奥 标志性花香香水系列 迪奥小姐的沉浸式展狼 介绍此款香水的历史 研发过程 民众在此展狼中 可以一边了解迪奥的香水 一边可以闻到 各式各样的玫瑰花香 仿佛身处在 充满春意的花园中 新花展将免费 为民众开放到4月7号 随着纽约气温转暖 是时候来这里 体验一下春季的氛围了 随着春天的到来 南加州的迪斯康索花园 也迎来了玉金香盛开的季节 吸引了众多居民 前来闪花 感受春光 随着四月的脚步 悄然临近 南加州迎来了 阳光洒落的春日 万物复苏 生机勃勃 坐落于洛杉矶华人区 趴在蒂娜市的 迪斯康索花园 是当地居民喜爱的赏花地点 这里全年都有不同的花卉绽放 而且距离洛杉矶市中心 仅20分钟车程 目前迪斯康索花园的 玉金香正盛开 南加居民无需长途 跋涉着华盛顿州或荷兰 便可近距离欣赏到 玉金香的绚烂 除了玉金香 花园内还有许多其他美丽的花卉 正在盛开 如各式的山茶花 紫丁香 日本园内的樱花 玉瑰园的海棠等 其中最受欢迎的樱花 预计还需几周时间 才达到最佳的观赏期 看玉金香是很合适的 现在是玉金香盛开的季节 樱花呢 因为它少 但是樱花的确它也在盛开 已经门口那个玉金香 那个了 然后还有日本圆 是最漂亮的这两个点 比较适合带孩子 逛得快的话 一两个小时就能逛得完 如果就是说 你每一朵花都仔细看一看的话 可能三四个钟后 也应该可以能够逛得完 Discouncil花园 对外开放的时间 为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十至晚上七十 及周六周日的早上九点 至下午的五点 考虑到周末花园人流较多 建议游客提前通过网络买票 以免在花园入口 长时间排队等号 节目的最后 还是再次欢迎大家 在YouTube上给中文正典 点赞订阅留言 并开启小铃铛 以便及时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 感谢观看